这个泳字究竟有哪些个笔法和需要大家知道的常识性的东西和技术性的东西 好,我现在给大家写一下这个泳字 大家首先看,我这张纸是叠过格的纸 是叠过格的纸 但是呢,为了让大家看清楚 我还要把泳字八法向大家介绍清楚 所以我要写的第一个泳字 就打破这个格的界线 我要写略去大一点 让大家看清楚了这个字的来龙去的字的来龙去脉 以便讲解它其中的法则 好,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是写完了一个泳字 这个泳字呢,大家可以看得到 是这样一个基本成为一个方块形的这么一个字 这么一个字 那么这个整体看呢 是个方块形 所以呢,就不能写得过于长 或者过于扁 如果过于长,过于扁 这个字等于在体形上就失败了 所以向大家介绍一下 整体这个字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它是分成几个有层次的 笔画非常鲜明 这样一个提示 我们再写一遍 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字的泳字八法 这个分别的向大家讲述一下 这里的一些技巧上的 一些个尝试 注意这笔不要写太粗了 下边这个沟峰啊 不要太锐 大家注意看 这个泳字啊 从第一个点开始 就进入了一个法则的阶段 第一个点应该称为策法 就这个偏策的策 他在这第一个点当中告诉大家 所有的点 无论是行书 楷书 还是草书 都应该注意 要写的偏策 不要写正了 点是不能正的 点一正了 就缺少味道 就缺少一个姿态的美 所以所有的点 都应该是斜式的 是策式 所以把点 称为策法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从常识上讲 明白 这个策字 我们大家 无论你查哪一种字典 只要是 见到这个策字 上面就会告诉你 这是书法当中的用语 点 称为策 他都会解释这一点 这是这个点 但是这个点 在点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下比要快 收比要慢 注意看 是这样 再看一遍 下比要快 星比要慢 这个点点出来 是这种形状 大家注意看 再点一下 大家看 是这样的 下比一定要快 不快就没有尖峰 如果你顿一下 那么就出现这种点 它就没有这个尖峰 因为 欧体字 以漏峰为主 入职 所以点的时候 要快下比 上边呢 是这样的 下边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 泳子的第一个点 不可以点得太陡 就是不要往下点 要横着点 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看我写的泳子 看这第一个点 它是一个横向的 当然 尽管你横着点 还是有点像下侧 但是呢 如果你再直接向下侧 这个点斜度就太大了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 这个点的 它的一个方向感 第二笔呢 是横画 横画称为 勒法 勒 这个勒呀 北方人呢 经常说 念勒 当然是 准确的发音 应该都叫勒 悬崖勒马 但是呢 它这一个横画 就是两重的意义 一个是 悬崖勒马 要勒得住这一横 因为我们写泳字当中 这个地方是个短横 实际上应该是 在古代 很多写泳字的上面 写一长横 这种长横啊 欧阳勋说 如千里震云 这欧阳勋的话 叫千里震云 所以这一横画 写出来是非常有气势 我们在勒字当中 这一横呢 是比较短的 但是它齐比 这个方面的用法上 是一样 因此它有一横 所以称为勒法 勒法一个是 像千里震云一样的放纵 但是由于放纵 它就容易失控 又容易越轨 往往写的太长 而且大家注意看呢 我们在写横画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看我的胳膊啊 看我的胳膊 写这长横的时候 在开始写的时候 这是看得清楚的 等到最后写的时候 往往被自己腕 挡住自己的视线 你看 这是正对着我的脸在写 这长横 到这块时候 因为笔 笔杆在倾斜 手腕的也向右倾斜 所以呢 感觉面部啊 已经被笔管和手背挡住了 因此这种常常容易越轨 所以要采取勒的这个限制 勒就要勒得住 限制得住 所以另外一个 为什么又把它读做勒呢 勒就使劲地往下 勒这个笔 使劲地 用力地往下走 横画有力量 所以注意看 杀得住这纸 如果在这会儿 你写的笔画很轻飘的话 这笔是就没有力量 所以勒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要限制 一个是要用力 这么两个内容 所以这是勒的本意 注意看 转折过来之后 有一个竖笔 这个竖笔啊 称为奴法 努力的奴 我们在讲着奴法之前 向大家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有不少的人提出啊 横与竖 中间这个转折 也应该算一法 但在勇字八法当中啊 没有讲转折这一法 所以很多人呢 把勇字八法学会之后 对于转折这法不清楚 因此有人提出来 古人呢 提到的勇字八法呀 并不完整 应该加上九法 那就加上转折一法 其实我告诉大家 这个提议本身是好的 我们在讲解书法的时候 也应该把转折这一法 向大家介绍 但是 为什么 古人说勇字八法是 没有问题的 是很完整的呢 就是因为古人写的勇字 说不像我们现在写勇字 是有一个转折 古人只是 横加竖 用这种简略方法 完成的这个勇字 看大多数的古代书法家 包括唐代这些人 你看 他写这个点完之后 写着横 是这样 过到这 停下来 然后再写一竖笔 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 古人讲的勇字八法当中 不包括这个 转折这一笔 所以它是横加竖 横 然后就这样 过来 台地笔来 仍然是这样效果 看 横 然后这样 过来 所以有时候 并不留痕迹 但是呢 我们从欧阳勋的书法当中 比如说九成功 当中他写一个封字 这边这一笔 当然不用说了 拐过来 大家看得出来 是横 加这个写笔 因为这个地方非常明显 是看出两笔过来 而我们现在写这个封字的时候 就常常用这种方法 就加了转折 所以我们向大家说 永字八法当中 没有包括转折 是因为古人不用转折这一笔 这是需要向大家说清楚的 好的 翻回来 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这个术画 这个术笔呀 这个弩字 弩力的弩 和这个弓箭弃弩的弩 通用 通 通 就是通假的意思 它这个当中啊 也包括两个含义 一个是这个弩的本身的含义 一个是这个弩的含义 那么因为术画太顽强 他在练习书法当中 他是最不容易完成写好的一术笔 难度非常大 因此呢 在写这个术笔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呢 就是这个弩字啊 第一 要努力的 要用力的去写 一定要写出力度来 这是第一个弩字 第二个这个弓箭弃弩的弩呢 是告诉你啊 箭在弦上 一定要写的直 写的正 如果不直不正 这个勇子就失败了 所以向大家介绍的 这个术笔 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单点给大家写一下 这个横着过来 写这个术笔的时候 注意两点 第一点呢 要写的时候 不要快 要慢 很多人写不直 写不正啊 就用速度来解决 快速的 实际上越这样 欲速则不达 注意 横过来之后 写这术笔的时候 勤住了这个笔 注意 勤住了一点点 徐徐向下 是这样 你要如果 越想这样快 越想这样 越想这样 越写不直 所以一定要慢 这是第一个 告诉大家的 第二个 这个术画 不要太粗 大家不要以为 写术笔的时候 就一定要粗重 不然 有力量 笔画有力量 不再粗细 要压得住这纸 追颤 就这种 术笔下来之后 一直往下 慢慢贯通 到这之后 注意 从这个地方起勾 再先慢 再让大家看 在这地方 要起勾之前的 这个准备动作 是个逆错 注意看 再起来 不要快 我们好 还是集中讲 这个竖笔 竖笔写不好 这勾是没法解决的 所以有人 勾条不好的时候 常常埋怨 我这勾的方法不对 其实你竖笔的方法不对 只要把竖笔写好了 勾的问题就解决了 好 我们接着回来看 勇字八法图 这是 弩 竖笔的写法 勾的写法 就刚才我说了 它在 书法用语当中 它称为 替法 这梯的写法 这梯子就是走字 一个宅 姓宅的宅字 这个字很少见 我们现在往往插到字典上之后 它只是告诉你 这是 勇字八法当中的勾 踢法 这踢的本意 就是拉脚尖 想自己身后踢 翘起脚尖来 往身后踢 好像踢尖当中有一个动作 是这样的 拉脚尖向后勾 勾 所以我们在写这个字的时候 注意 这个勾的起处 不要往太远处走 勇字的勾 不要往远处走 注意 回来 由于转钝过程 看 第一个勾不要大 第二个勾不要往远处走 在这个角度上 大家注意看 基本上是45度 是这样 但是呢 因为勾有很多种踢法 所以我们在勇字当中呢 只先介绍这一种 勾有很多角度 还有更陡一些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还有这个样子 还有平着的 还有向下垂落的 还有是直勾的 有很多角度 我们今天先向大家介绍这一种勾法 好了 这叫踢法 勇字的 这个 这一笔 看来 又像上一笔 像个横画 其实不然 这笔啊 叫做策法 策 这个策是说的什么意思呢 是说的条笔 大家看一下 它的原始啊 这笔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下笔 连接下来 是这样一笔画 一个条 一个撇 是这样 两个过程完成的 但是后人为了简便起见 就把这笔写成一个斜横 然后 加一转折 这样过来 所以古人和我们现在讲的勇字八法的含义 是 必须要历史的看 站在古人角度去理解这个勇字八法 所以这笔呢 叫做策法 这个策什么意思呢 大家注意看 调笔这下 重启 重启 一启笔很重 越往上走越轻 就像 拿鞭子 抽打着 马背 或者是驴背 轻轻的一扫而已 我们经常听到鞭策这句话 好像是在用鞭子打 实际上 是用鞭子虚虚的 改善这么一个暗示 以作为鼓励 比如说 马跑的速度很合适 那么骑马的人呢 还用鞭子轻轻的 用这个鞭策啊 扫着这个 马的臀部 马的胯部 表示呢 说马你跑的速度 使我很满意 照我满意的 继续前进 因此就出现了 鞭策这句话 所以这个策子 不代表战策 政策 跟这也没有关系 是代表鞭策的意思 鼓励的意思 所以 众其 轻弱 斜扫一笔 这是 这个 这是第五法的 这个 含义在里边 再看下边 这个片 注意 这个片 既不可没有弧度 啊 写太直 不好 又不可以弧度 太大 大家再看 这一笔写过来 注意一下 就在这个弧度 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 如果你再写的太 这个弧度太大 就过了 如果写的太直 这个不好 所以 稍稍有点弧度 像小样超水 飞掠而过 因此叫略法 略法 包括着 有弧度 包括着最后 起笔数 有速度 啊 这几个内涵 大家都明白 那么我 再写慢一点 让大家看看 这个长片 应该怎么写呢 当然这是 永字当中用的片 只是片的一种 注意看 起笔 慢 慢 最后快 是这样一过程 再看 最后快 不要起得太快 太早 比如这样 这就太早了 就好像跑马射箭一样 那就不好 到这儿 最后 如果最后 你还在拖 注意看 也不好 说笔笔 送到 一点一点一点 这就太肉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星笔当中 是有节奏感的 是有速度要求的 太慢了不行 太快了不行 整体都慢不行 整体都快不行 因此 要有节奏感 有速需要慢 有速需要快 一个笔画当中 要有几个 间断性的 有几个 阶段性的 来表现它 所以 这个 长片 为略法 这第七笔 它是一个 啄法 叫做 啄法 就 啄木鸟的 啄 这个 啄法的 意思告诉你 就像 啄木鸟 奔吃 树虫一样 它起笔的时候 是慢的 它行笔的时候 是快的 大家如果经常 在农村待着 就能见到 啄木鸟 奔吃 树虫 啄木鸟在奔吃树虫的时候 是慢 央头 快 下嘴 它央头 它这个 大嘴 它的央头 是慢的 下嘴 是快的 啪 啪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 农着法的时候 写这短片 也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注意看 这七笔 是这样的 收笔 是这样的 它最后的收笔 是绝对不能迟缓 是这样 起笔 略藏风 注意 略藏风 如果收笔说 还在慢 这座笔划 就要不得 这就不行 没有锐气 所以 短片 起笔慢 收笔非常的快 因此 因此 王羲之 对这 对这种 着法 有一个精辟的论述 他说 着 着不可缓 缓则失事 他说 着笔啊 这个着法 不可缓慢 缓慢了 就失去了气势 所以大家注意 写这笔的时候 起笔的时候 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 说的着法 最后 这纳笔啊 成为折法 这个 着是什么意思 是古代的一种酷刑 他是用这种刑法 把人给腰断 腰断三截 我们大家要知道 写着纳笔的时候 有一波三折 注意差 往前 往后 然后再复起 是这样一个过程 有一个他笔的过程 有一个向下 然后再反起 在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把它夸张一点 看的是这样的 因此在书法 叫一波三折 有三个过程 但是在写永字时候 你知道有这种过程 下笔说 有这个内涵的意思 但是不能在星体上 表现这样 如果表现这样的话 就不像笔画 所以在写那笔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就轻微的 有这么一个 一波三折的过程 这就可以了 这个尖呢 正好放在了 永字的树笔中间去了 因此常常把这个尖 就都抹杀了 但是我们在起笔的时候 往往就直接插入这个树笔 甚至探过这个树笔 大家看 很多的千类书法家们 这段纳笔都直接探过去 为什么 他要的就是千类那点折 那个一波三折的 其中一个波折 所以后边 在往下走的时候 注意 越下越慢 越往下星笔越慢 最后起来 下笔说不慢 越行越慢 渐行渐慢 最后慢慢的挑起 再要注意呢 这个最后起尖的这一笔 大家再注意看 起尖的这一笔 最后起刀锋 注意看 它是平行的 看 对这个方向 平的 不能上翘 不能下垂 如果这纳笔写成上翘 你看 这就不好了 这方向感不对了 如果写成了 往下垂落 这也不对了 这个角度不对 所以它是个平的 注意看 是个平的 为什么古人强调永字八法 大家就在我很短的时间内 向大家介绍了八法 大家知道 书法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 这刚刚向大家介绍了八种笔法 实际上 我们在汉字当中 单指楷书而言 就有几十种笔法 我们将陆续向大家介绍 我们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 永字 在行书当中的一些写法 和应该知道的一些常识 那么我边演示 边向大家介绍 计法 大家知道 行书在一定意义上说 是楷书的快写 比如说 汉西之的蓝天旭当中的第一个永字 基本上就是楷书的快写 形成了行书的那个永字 大家看 基本的方法就是这样 再写一遍 那么行书独立的写法 是怎样的呢 行书独立的写法 比如说 他和楷书完全不同 而和草书也不相同 比如说汉西之的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这个永字这样写 然后 比如说这样写 这就是行书的一种另外的写法 或者说 只有行书这样写 楷说草书都不能这样写 这就形成一个 行书的一个独特的写法 或者是行书当中 比较规范的写法 再看一下 这样也可以 这个优思连过来 不连过来 这都不重要 这样写 所以我们能见到 前辈书家们 有很多人这样写 也是很美的 但是你就看到 它的形体结构上 与楷书却大相径听 你看 这一竖笔 在楷书当中注意一下 这一地方离得比较远 敞开了 这边离得很近 甚至越过了这个中间竖笔 是这样的 但是 你看到了行书阶段的时候 右边离得远了 左边离得近 点完之后 这竖笔到这样 然后这边可能离得这么近 然后这边离得很远 这就形成了一个行书的特色 所以我们说 行书在某种意义上说 是楷书的快写 又实际上 有它独立的一种写法 所以我们把这个泳字 向大家推荐一下 平时在写行书的时候 多这样写 更表现出行书的特色来 或者离得更近一些 都没有关系 即使这边挨住了 那么这边这样写 也没有关系 但是右边和左边 整合楷书 形成一个反差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行书的写法 我们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 草书的写法 草书的永字 他因为是另外一种 非常这个 没有研究书法的人 应该对他很不熟悉 所以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 为了便于你们 生活当中快写 对于通常的一些草书 大家应该认识 而且能够掌握 熟练的能够书写 这个永字 大家看 这就是草书的永字的写法 再写一遍 如果你没有学习过草书 你怎么能认得出 这是永字呢 这就是草书永字的 一个常见的一种写法 还要大家注意一下呢 草书的永字 还有种这种写法 拐下来 拐下来 再拐弯 再这样写 这也是永字 我们再把这两种写法 向大家 这个演示一下 第一种这样写 是最常见的 那么 这种呢 下来 再拐过来 这也是永字 所以大家呢 对于 一些比较 比较常见的 常用的一些字 也应该掌握一些草书的写法 而且要准 有些个字呢 写的就 就不准 比如说 有人写姓李的李字 要写成这个样子 实际上这就不准 大家知道这种字 就是俗写 就不准 但是像永字这种字 先大家学会 再看 再看 我们向大家推荐第一种 这种写法 应该特别掌握 应该熟悉一些 在草书当中 大家知道很多种写法 先掌握其中的一种 把一个最常见的这种 掌握住 熟悉了 其他字就好吧 有关永字八法 和永字 凯书 新书 草书 的集中写法 今天我们暂时的 向大家介绍到这里 在以后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会 引申大法 把有关永字的 很多的笔法 在括而大致 引申到其他的字 当中来 另外 永字所不包括的 其他的笔法 我们想 陆续的向大家介绍 好的 朋友们 下集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